至於案中的另一個被告的貨車司機 早前因否認控罪 案件就押後到月中審理 5號鏈報道 涉案的私家車司機趙沛然 宣判後離開裁判法院 案發在去年9月初 一架石油氣貨車和一架私家車 在何文田培政道互相爬頭設線 過程被其他司機拍攝到 傷災到互聯網 警方其後拘捕兩名涉案的司機 裁判官在判刑時說 事件屬於嚴重的危險駕駛 批評被告的駕駛態度差劣 形容他是刻意和蓄意的 又質疑他不能控制自己的皮性 認為他不適合駕駛 又指如果兩架車發生碰撞讓城意外 後果嚴重 影響其他駕駛者和車上的親人 再加上被告過往有多次違規 包括衝登、超速等等 認為判監是合適和有必要的 不過考慮到被告認罪和有悔意 還押了近兩個星期 判處240小時社會服務令 停牌一年並且要完成駕駛改進課程 裁判官在判刑時又警戒其他駕駛者 指近年不少危險駕駛案件 都是由其他車輛的攝錄鏡頭 拍下的影片揭發 不要以為自己的駕駛行為沒有人察覺 要由所警惕 亞洲電視記者5號連報道